那么下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某版的继承啊 什么是某版继承呢 就比如说啊 你这个我们发现啊 很多网站上面 比如说很多网站上面呢 其实网站啊 它的页面的话 页面上呢 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啊 很多重复的内容 那么尤其是这个页面啊 网站页面的这个导航条 还有它底部的一个版权信息啊 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每个页面呢 都是重复的啊 比如这边 我们在这边来一个页面啊 你比如我们来这两个页面 那么你会发现啊 很多网站上面啊 经常这个顶部的这个导航 导航条 这个信息 还有它底部的这个版权信息呢 它都是每个页面的都一样啊 都一样 这个 版权 信息 那么 假如说你要每 你要每一个页面呢 你都把这两块写一部分的话 你就需要呢 做很多啊 重复的工作啊 重复的重复的工作 那么在我们这个 模板里面呢 我们就有一种模板继承啊 它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就是你把这些每个页面都有的内容 你把它放在一个 附模板文件里面啊 把每个页面都有的内容 把它放在一个附模板文件里面 比如我在这里面写一个啊 这个模板文件呢 我就叫做 贝斯 我叫做贝斯啊 代表它是一个附模板文件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 页面固有的内容 我就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其他页面也需要这个导航条和版权信息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继承我的这个页面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又有一个页面 比如说又有一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呢 又来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它也需要这导航条和版权信息 它就可以去继承我们的这个文件啊 它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它去继承我们的这个贝斯点安天标 它就可以继承它 那么它呢 一旦去继承这个文件之后 它里面有的内容呢 它就都有了啊 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继承 比如说这个文件呢 我就给它起个名字啊 这个我就叫做x2的1 1啊 点安天标 点安天标 OK 它一旦继承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里面它就有了这个 导航条和版权信息的内容啊 这里面 一旦继承 好 这里面 它就把它的导航条 还有下面的这个 版权信息呢 给它继承了过来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继承的导航条 好 下面呢 这一部分呢 就是它继承的版权信息啊 这就是它到一个 模板的继承啊 版权信息 OK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继承啊 假如说你现在呢 你又需要有一个页面啊 它也有这一部分内容 你就可以呢 再来一个文件啊 再一个文件 还让它继承一页 它啊 还让它继承一页 好 你比如下面再来一个 哎 叫做TUJN2啊 哎 这个TUJN2呢 它也继承于我们的 Base点 有没有 哎 它一旦继承之后呢 那么它里面有的内容呢 它也 都有了 哎 它也都有了 OK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模板的 继承啊 模板继承 好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哎 我们就以这个例子 给大家说明一下啊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在我们这边啊 在我们这边 哎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呢 我要创建一个 附模板文件 哎 这个附模板文件呢 我就叫做 Base啊 点 ITML 然后呢 我给它起一个东西啊 它就叫做这个 附模板文件 啊 附模板 模板 哎 文件 那么 然后呢 它里面呢 我们就简单点啊 比如说这个H1 我先来一个H1 这就代表这个页面的一个导航条 哎 信息啊 然后呢 在下面呢 是一个 H1 哎 再来一个H1 那么这个H1呢 代表这个页面底部的版权信息啊 版权信息啊 好 然后呢 这是我的Base啊 下面呢 我再来一个文件 哎 这个文件呢 我就知道 翘的啊 翘的 那么这个文件呢 它如果也需要这些内容的话 它就可以继承我们的Base啊 那么继承的时候 你注意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就没用了啊 我们要继承这个附模板 那么这个继承怎么写啊 你需要使用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就叫做X10啊 X10 那么这个标签呢 是写在我们的百分之后画框里面 直接写上一个X10 然后呢 后面跟上你要继承的模板文件的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呢 也是相对于我们的Template的啊 我要继承的是这个BookTest下面的Base啊 OK 那么你只要写这一句话啊 它就继承了这个Base Base里面有的所有内容 它就都有了啊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给大家写一下啊 我要显示一下这个Chair的页面啊 我们在这边来一个 B1 写上一个Templ啊 然后继承 Inherit吧 好 那么这里面啊 写上一个模板继承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啊 显示一下这个页面 Return Rend 我要显示的是Request Request下面的这个 BookTest下面呢 翘的啊 然后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个地址呢 就叫它Templ Inherit 好 把这个呢 我们就在我们这边 去做一个 配置啊 UL 上间括号 它呢就是这个 到了啊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Views.Templ啊 Inherit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模板继承 模板继承 好 然后呢 这个模板继承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啊 现在我要访问一下它 这个Templ啊 然后呢 直接写上一个 Inherit 好 回上 你去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使用的这个 Chair的页面 对吧 那你现在你看一下 Chair的页面 你看一下它的内容 右键查看文源在马 是不是跟我们的base的里面一模一样 对吧 一模一样啊 那么这就叫做 赴模板的继承啊 那么模板继承的目的呢 它就是为了重用相同的 HTML的内容啊 这里面是 它的一个继承的基本的啊 基本的 然后继承的这个 语法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X Times啊 写上你 你继承的 赴模板文件的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呢 是相对于这个Template的啊 那你注意 你继承之后 你 你继承一个文件之后啊 这里面你不能写 其他的内容啊 你说我在这里面 我再写一个 LI 写上一个Hello 那么你看一下 它有没有啊 刷新 有没有这位内容 有没有 对吧 这个是没有的啊 所以你继承的时候 你里面的内容呢 你都删掉啊 这是继承 然后你比如说 我们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吧 页面上呢 虽然有些地方呢 它是相同的 但是有些地方呢 它确实不同 对吧 这个不同怎么做啊 我们就需要在 附模板里面呢 给它预留 位置啊 预留位置 在我们这边 就是在 页面不同啊 就是 页面 不同的地方 那么 需要在附模板中 预留位置啊 需要在我们的 附模板中 附模板啊 预留 预留位置啊 那么这个预留位置呢 我们把它叫做 预留块啊 预留 块 预留块啊 那么 子模板呢 它就可以重写 附模板预留在 块里面的 内容 那么这个预留块 怎么预留啊 你需要使用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叫它啊 这标签呢 就是放在这里面 直接写上一个block啊 block标签 然后呢 后面跟上一个 块名啊 跟上一个块名啊 跟上一个块名 然后呢 这个块呢 要有一个结尾 哎 这个结尾呢 要使用一个标签 哎 这个标签呢 叫做 underblock啊 underblock 好 然后呢 underblock 你可以 作为一个块的结尾呢 你可以直接写上一个 underblock 作为一个块的结尾 但是有些时候啊 我们的块里面 还会有其他块 你为了明确知道啊 这个块到这个underblock到底是哪一个块的结尾 我们通常会在后面跟上一个块名啊 跟上一个块名 就你不写它不会有错啊 但是我们为了明显的看出来它是哪个块的结尾 我可以在这里面呢 写上一个underblock块名 那么这里附模板这里面呢 你可以写内容 你也可以不写啊 哎 就附模板里面 块里面你是可以写内容 你也可以不写 对吧 哎 可以写内容 哎 也可以不写啊 也可以不写 好 那么当子模板呢 他继承这个附模板之后 附模板里面的所有块啊 他也继承了 他也继承了之后呢 他如果不想要这个块里面的内容 他就可以呢 自己呢 去重写这个块啊 那么重写块是怎么重写的 也是一样的啊 就你要重写哪一个块 你就直接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哎 block 哎 block后面呢 跟上一个相应的块名吧 哎 跟上一个相应的块名 然后呢 哎 这个块呢 它的一个结尾 and block 哎 后面呢 来上一个块名啊 块名 然后再往下呢 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这边你就可以呢 去重写这个内容 了 哎 重写内容啊 OK 哎 这就是这个他啊 那么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我们在我们这边呢 在这个 贝斯这边 哎 我去 刚刚呢 我没有预留块啊 我只要没预留块 那你这边 你继承我之后啊 你就不能再写其他内容啊 我预留的块呢 我们比如说我在这边预留一个块 叫做写了 写上一个block B1 然后呢写上一个 and block B1 哎 这是B1块的结尾 我可以在里面写一部分内容 比如说哎 我们这里面这是哎 这是我们的哎 附模板 哎 这是我们的 附模板 附模板啊 哎 B1块中的 内容啊 内容啊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的子模板呢 你比如说 我子模板继承之后 对吧 现在呢 我不重写它 我直接刷新这个页面 它是不是把附模板 B1块里面内容也继承过来了 对吧 哎 我如果想去重写这个B1块里面内容 我就在子模板里面直接写上一个 block啊 写上一个 哎 block 哎 B1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 underblock B1 然后呢 直接我们在这边写上一个 哎 HE 然后呢 这是啊 这是 这是 哎 这是我们的 这是啊 哎 这是子模板 子啊 哎 子模板 哎 B1 块中的 内容啊 块中的 内容 OK 那么现在呢 你就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 一旦子模板重写了父亲的模板之后 他一刷新 哎 父亲的模板里面内容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哎 这就知道 他的一个重写啊 然后呢 我们还要给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在子模板呢 去重写附模板里面某一个块的内容的时候 他可以使用一个变量 哎 这个变量呢 叫做block点 super啊 你可以使用这个变量先获取附模板块中默认的一个内容 哎 附模板里面默认块的内容你可以先给它获取出来 下面呢 你再去重写 那你比如说我在这边找到我们的这边 哎 我在重写之前我可以先用这个变量叫做block block点super啊 就block 哎 点super啊 点super OK 然后哎 在我们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直接 哎 刷新 哎 是不是父母板里面内容也过来了 哎 这就使用这个block点super啊 把它拿过来的啊 拿过来的 OK 那你注意 就是你在附模板里面你可以预留很多块啊 你比如说我在预留一个块 哎 在这边我们再预留一个块这里面写上一个 B2 B2 然后那这里面就写上一个B2 那我的子模板里面呢 我也可以去重写这个B2啊 重写这个B2的时候 你比如我们在这边 这是子模板 哎 这是我们的子模板B2块中的内容 哎 他就冲写了父母板的B2块 那么在他里面 他如果要想获取父母板中B2块的内容呢 他也是使用这个block点super啊 哎 block点super OK啊 点super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进行一个刷新 哎 你看到啊 这里面就是先获取再冲写对吧 OK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模板的继承 那我们通常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什么内容放在父母板里面 就是所有页面都相同的内容啊 所有页面都有的内容 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父母板里面 那么父母当某一个位置呢 哎 文件不同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给他预留出相应的块啊 预留出相应的块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 那你在这里面你看着 你看到之后 那么子模板在继承父母板之后 这个标题是不是还叫父母板文件 那么每一个页面的这个标题 其实它不一样 对吧 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预留块 直接写上一个block啊 title 哎 title啊 然后这里面写上一个 underblock 哎 title 那我子模板呢 要有自己的标题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这边 哎 去冲写这个块叫做block title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 underblock title 哎 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写上一个子啊 模板 文件 哎 你在这边 现在 哎 你一刷新 哎 它是不是子模板文件 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模板继承啊 那么 把所有页面啊 相同的内容 放到 父母板文件中 哎 就是 把 所有页面啊 相同的内容 那么放到啊 放到 哎 父母板 文件中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你要所有页面啊 既然所有页面相同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父母板文件 这一部分内容呢 你是不需要把它包在块里面的啊 你是不需要 放在 块中啊 不需要放在块中 因为所有页面都一样啊 没有人会冲写啊 你就不需要放在块中 对吧 哎 那么 有些位置呢 哎 有些啊 你比如说 有些 那么 位置啊 页面内容 不同啊 页面内容 不同 那么 你需要呢 在父母板中预留 块啊 需要在 哎 父母板 哎 父母板中啊 父母板 中 那么 那么 预留 块啊 预留块 OK啊 这是我们 这个 某板的继承 这一块啊 哎 就所有页面 相同的内容 你放到父母板文件里面 但是你不需要把它包在一个 块里面 哎 有些 位 页面上 有些位置呢 页面内容是不同的 哎 你需要在父母板中 去预留 相应的块 哎 让子母板继承之后呢 能够进行一个 重写啊 进行个重写 OK啊 这就是我们的 母板继承 那么母板继承的话 我们说 它的继承的语法 就是使用我们的 X Tines啊 XTines 然后后面呢 写上你要继承的 父母板的路径 哎 这个路径呢 是相对于我们的 Timeplace的啊 OK 那么预留块的语法呢 就是block 哎 跟上一个块名 underblock呢 是这个块的结尾 哎 子母板重写的时候呢 也是啊 block 后面跟上一个 相应的块名 哎 说明我就要重写这一块 啊 重写这一块啊 OK 那么子母板在继承的 在重写的时候 哎 在这个块里面 它可以使用这个block.super 哎 获取副母板块中 默认的内容啊 内容 OK 哎 这是母板继承这一块啊 我来说明就是这样的一块啊 我来说明就是这样的一块啊 我来说明就是这样的一块啊